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心又不恼 睡好 精神好 正所谓是一起春酒绿十里稻花香 这个韭菜一绿感觉春天真的来了 很多人说这个春天得吃春饼得咬春 韭菜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咱们说韭菜在咱们中国是一直很受欢迎历史悠久吗 历史非常悠久 2000年前这就是非常重要的蔬菜 而且像这种春酒一般人还吃不着 当时这样的春酒是作为贡品 祭祀的时候用的 所以在《诗经》里面就是这样的记载 说四至日起早 献高祭久 拿什么去作为这个贡品祭祀祖先呢 用这个韭菜 用这个羔羊 那这个是你看这都跟羔羊是对等的 极其高的一个地位 在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韭菜能够薄薄的生机 旺盛的生长 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和代表 那我们的古人也是寄希望于说 我们吃食物的时候 是不是能把这个旺盛生命力也吃进去 所以到了汉代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栽培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甚至皇家会用什么样的 会用冬日的这个暖棚 就是我们今天叫的温室 来栽韭菜冬天的时候还可以吃 有个说法叫头刀韭菜二刀肉 头茬韭菜剩肉香 为什么头茬韭菜这么好吃呢 有什么道理吗 当然有了 因为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 在不同的阶段 它的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 首先它是春季 首先生长出来这个嫩芽 这嫩芽不简单 它承载的使命非常多 除了说要积聚自己成长 或者说生活所需要的能量以外 它还要为自己 马上就要进行的这个开花结果做准备 那这得积聚大量能量 这第一批叶子其实它的使命 或者说它的这个重担 压在身上这也不轻松 但是这面临的危险也很多 你要想这个植物休眠了一冬了 那动物也休眠了一冬了 你好不容易出来看见见那叶子 就是它们了 是吧 对对对 就要去吃 那你说植物怎么办 植物它又不会跑 又不能说我们跟那个动物干一下 那不行 那怎么办 来点自己的化学防御物质 那最好是味冲一点的 激烈一点的 辛辣一点的 最好让动物不来吃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很多所谓的这个春季的蔬菜 特别有菜味 特别是很多的这个芽苗菜 特别有菜味的核心的原因 它就是阻止动物来吃 其实明天还有这样的说话 香春芽 头刀酒 顶花 黄瓜 落花 藕 这是蔬菜的四大仙 其实你看这个人的嘴巴是很刁的 知道这东西好吃是吧 对对对 我们反而喜欢这种辛辣味刺激 因为这种辛辣味刺激 实际上是整个九葱类蔬菜 它共有的酸酸类的物质 其实酸酸类的物质 反而会带来一些 这个胃口大开的效果 因为刺激嘴巴以后 你唾液分泌的更多了 你吃很多食物的时候 反而更顺畅 觉得这个食欲被勾起来了 对对 其实还有一点 刚才石老师说到这个冲的味道 其实就是含硫的化合物 所以我们通常叫它含硫的植物化学物 那么这些植物化学物呢 除了刺激我们的食欲 让我们吃东西有味 第二 醒脑 提神 其实还有它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很多的含硫化物 其实在抵御人类的一些疾病 比方说消炎 清除一些体内变性的肿瘤细胞 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是这是一些好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叫它健康的植物化学物 所以你看本来是植物自我防御的堡垒 成了我们打开味蕾的钥匙 河老师 这个韭菜有膳食纤维 它这个含量大概是多少呢 一般我们在营养学上呢 谈到这个膳食纤维的时候 还有一些别的营养素的含量 我们都是说100克食物里面含有多少 那么这个韭菜的膳食纤维 大概是二两韭菜100克韭菜里面 含1.4克散食纤维 每人每天应该吃到25克到30克散食纤维 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根据我们所里的 营养与健康监测的数据表明 我们国人每人每天 收入的散食纤维只有十几克 是不够的 对 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缺口的 所以多选点 富含散食纤维的食物 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人家说1.4克它有多少 没多少是吧 但是你别忘了 这个散食纤维比较含量丰富的 我们都知道是菠菜 那么菠菜一百克的菠菜 也只有1.7克散食纤维 实际上你吃四两韭菜 两百克你就能吃到 差不多三克散食纤维 那么在我们一天的需要量 25克里面 这个含量其实还是挺高的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 散食纤维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这是我们说从数值上分析 比较客观地可以判断 韭菜是富含散食纤维的 说起这个散食纤维 因为我想起小时候 我有一个小伙伴 就是好玩 就把那个一分钱的硬币 给吞下去了 这样子就说这怎么办呢 我父亲就说不要急不要急 赶快就炒一碗韭菜 给这孩子吃去了 他说那不是不吃也得吃 给吃下去以后 这个当天晚上的 这个韭菜就裹着这个硬币 就拿出来了 他对肠的蠕动的推动 推动就真的是有这么好 所以我们谈到了一个词叫做膳食纤维 分成可容性的还有不可容性的 它们对于我们的肠道的健康 分别起什么作用呢 都有作用 首先我们来讲一些可容性的膳食纤维 那主要在水果蔬菜里面就是果胶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低聚糖 我们现在也把它归类 甚至还有一些蒲聚糖 我们也在这里边 这个可容性的膳食纤维 它就是能溶解在水里边 那么它从肠道小肠开始 就可以吸附一些脂质 比方说还可以帮助一些胆固醇代谢 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它对降低 一些这样的血脂都有一定的好处 其次它还有一个吸水的作用 也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一些异物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不可容的膳食纤维 那么主要是一些纤维素 半纤维素还有一些木质素 这些东西它就是不会溶解于水 人体不会吸收 它从嘴里吃进去 经过胃的消化到小肠 还没吸收到哪里去了 就到大肠里面 我们每个人身体内 平均有1.5公斤的微生物 细菌为主 那么这些膳食纤维 到了肠道以后 有一些益生菌很喜欢它 所以它就会帮助你养育肚子 好细菌有好处 这是其一 其次它可以使你的大便膨胀 吸水膨胀 然后你的大便量会很多 就是不容易便秘 缓解便秘 调节肠道菌群 调节血脂都有好处 就可能是我们感觉 纤维含量高的好像就老 不太容易入口是不是 但其实很可能是咱没做对 到底韭菜怎么做更好吃呢 我们看看大厨们有什么推荐 音乐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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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上面吃它的根 而不是吃它的葉子 那通常我們吃的這個芹菜的部位是什麼呢 通常吃的這個部位實際上是它們的葉餅 就是好多朋友說我們吃的是它的杆 所謂這個杆 就第一反應是吃它的筋 是 但實際上不是 是葉餅 是葉餅 我們吃的是它肥大的葉餅 但是根芹呢 它又是不一樣的一個存在 就是它是作為一個根用的蔬菜而存在的 但是它這個口味呢也比較的特殊 它相較於我們平常吃的這些普通的芹菜 其他芹菜而言它的味道更清淡一些 所以適合於各種的烹飪的方法 就比如說生吃 那我們可以來嘗試一下是吧 這是我們之前切好的芹菜 對 比較的軟 比較嫩 它沒有那麼脆 但是就汁水沒有那麼多 但是爽口它 對 然後我們這個味道呢 它吃一口 比芹菜淡很多 對 它實際上它的澱粉含量是很高的 是吧 它這個澱粉呢還跟平常我們糧食主食 裡面像米麵那裡面澱粉不太一樣 它這裡面可能更多的除了澱粉以外呢 它可能還含有一些糖類 就是可能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吃起來吃起來還有一點淡淡的甜味的 所以你還是不能把它等同於糧食 這個碳熟化合物跟那個還不是完全一樣 明白 所以嘗起來呢這個口感還是行的 但是吃起來呢還是有這個芹菜的味道 對對對 而且它的烹飪方法可以非常多樣 就比如說我們可以把它作為烤的這個原材料 烤製完了以後風味也不錯 是 燉菜就更不用說了 它可以作為燉菜的原料 另外一個還可以把它磨製成泥跟蘋果泥混在一起 也會做成一個風味特別獨特的一個菜泥 所以我們看這一桌芹菜想問問施老師 就它都是我們中國的原產蔬菜嗎 還是都不是 這看著很陌生 感覺這個像西方的 是吧 所以它有一個名字叫跟陽芹 陽芹 對 其他的芹菜呢 是中國本屁的嗎 這目前桌子上擺著 這都不是咱們國家原產的 都不是 咱們國家原產的有一種芹 其實在近來名聲越來越小了 叫水芹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是南芒人 我從小就吃到大 小時候去老爺家 他們那個糖邊 水廚邊上 到處都是到了春天的時候 就不要錢隨便採 而且那個東西很好吃 它有一個特殊的清香味 那種芹味 實際上我不知道 就是我想問一下施老師 我知道這些都是散芹科秦薯的菜 就這已經很專業了 這個水芹菜是不是散芹科 是 也是 水芹是散芹科水芹鼠的菜 水芹鼠 就是跟他們不是一家族 但是他們整個大的這種散芹科家族 都還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味道之間 還是會有一些時間的關聯 相似的地方 有很大的相似性的 只不過水芹 它有一個非常容易去辨識的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吃的水芹的部位是什麼呢 又恰恰是它的精了 對 就是葉餅了 就不是葉餅了 就吃的真的是它們的精 而且那個精是空芹的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第一感官說 沒見過水芹的朋友 特別是把那個葉都去掉那個 這不是空芹菜嗎 這是空芹菜 味道不一樣 味道完全不一樣是吧 就是我印象中常見的芹菜的樣子 這個和這個 實際上我們都講 它都是漢芹的不同的品種 這個比較寬大 就是比較肥厚的這樣的一個狀態的漢芹 我們通常把它叫西芹 因為西芹它是一個特殊培育的品種 就是它的特點就是 裡面的纖維含量特別的低 簡單來說就是不會塞牙 再怎麼吃不會塞牙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吃普通的漢芹的時候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苦惱 就是裡面的這個纖維特別多 塞牙塞得特別厲害 但是西芹相對漢芹來說 它的味道也會比較的清淡一些 就是喜歡濃烈味道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這個沒有芹菜味 這也是它的另外一個劣勢吧 但是不管怎麼說 蘿蔔白菜各有所愛 你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喜好來選擇 因為香味它也是一種揮發的物質嗎 是的 是的 它是裡面一些貼西類的化合物 這實際上是散型科植物 共有的一大類化合物 就是我們講的散型科植物 如果大家去仔細去品味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芹菜 胡蘿蔔 香菜 它們的這個味兒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似性 都是因為這個貼西類物質的存在 所以以後可以嘗試一下 生吃西芹也不錯 但我們說香芹好像就很少生吃了 它一般是配著菜來做的 對 因為它的這個香氣特別的足 足到什麼程度呢 足到有些朋友可能都會覺得 有點發苦的感覺 它就是有點發苦 對 但是我還挺喜歡這個微微的苦味的 因為這個微微的苦味 它跟很多肉類極其地搭 特別是牛肉 對 因為牛肉裡面 它的脂肪含量和蛋白質都比較多 特別是它牛肉那個脂肪的那個香氣 搭上這個微微的苦味 和它的這個揮發性成分 就是貼西類物質 它們倆一結合 這是絕配啊 所以這個牛肉炒芹菜 這也是絕對的當家下飯菜 大家真可以去嘗試一下 對 還有一個就是實際上是 要給小朋友炒的話 其實用里肌來 里肌肉就是來替代牛肉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香芹炒里肌肉 對 因為小朋友他就覺得 這個里肌肉口感更軟一點 好嚼一點 因為牛肉還是要有點嚼的 對 就是還有一個做法 其實大家也可以嘗試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 塞牙不好嚼 就是包括說這個香芹也好 牛肉也好 都會都會存在這樣的問題 那有一個解決方案 你把它切碎啊 嗯 是吧 就是兩種菜都切成碎 就是牛肉切成末 然後這個香芹切成碎的細末 然後一起來炒 當然牛肉炒熟了以後 香芹放進去不用使勁地炒 要保持它裡面的 像維生素C這樣的 一樣物質的存在 是 略炒以後 其實很好的一個下飯菜 我們說這個芹菜配牛肉啊 在營養學上 有什麼特別好的地方嗎 當然了 你看牛肉裡面有豐富的蛋白質啊 也有一些脂肪 雖然脂肪不是特別高啊 因為都是選擇的瘦的那塊肉 還有一個呢 就是維生素啊 礦物質啊也還有 但是呢 它沒有膳食纖維啊 肉裡面幾乎就是沒有膳食纖維的 而且黃牛肉它是有點柴 是 因為它脂肪含量比較低嘛 就有點柴 但搭配芹菜以後呢 它那個心臟味道真的是會去掉 你能夠嘗到的都是那個芹菜的一種 特殊的香氣 對 就是那種鐵錫類的化合物的香氣啊 而且它本身呢 在高溫的激發下 這個香氣會變得其實會更濃郁 因為我從小就是這麼吃來的 因為香菜裡面就是芹菜炒黃牛肉 對 但我們一般還會割點紅辣椒 會更好看一點啊 真的好下飯啊 一盆菜可以吃三萬米飯的感覺 主要是這個營養價值 它達到的一個互補 又是一個動植物食物的一個搭配 而且色彩也好看不是 是 真的越想越餓了 實際上我是建議大家 就是在吃芹菜的時候 尤其像這個嫩的葉子呀 這個有一些嫩的尖尖啊 都可以保留 實際上它的葉子的 這個葉子啊 它的營養價值是比這個葉餅要高 首先它顏色很綠 深綠色的 所以說呢 它會含有很多的營養成分 我就舉個例子吧 就說三十纖維 這個金的三十纖維 大概是100克 二兩裡面1.2克的樣子 但是這個葉子裡邊呢 有2.2克 所以它就是差不多能夠多一半 而且這個葉子裡邊 像一些黃銅類的成分啊 多酚啊 它的含量都高 當然還有一些 植物化學物質 比方說最近幾年研究的比較多 早些年我們的研究生 也研究過芹菜素 芹菜素 對 芹菜素 以芹菜命名的一種原素 就叫芹菜素 對 一種化學成分 也是最近一些年比較火 它是能有什麼效果呢 根據我們自己所裡的研究 就是我們不是研究芹菜啊 這個是把這個芹菜裡邊的芹菜素 提取出來 就是一個提取物 當然這個提取物 就不是說你吃一把芹菜那麼多 但是好多好多 可能還有一點 好多筋好多公斤 提那麼一點出來 我們去做的一些動物實驗 發現對這個小鼠啊 它確實有這個 就是 是它的血壓降低的一個作用啊 那好呢就會說 那何老師 我是不是吃點這個芹菜 就有降血壓的作用 有這個傳言說 吃芹菜可以降血壓 這事是真的嗎 真的不是真的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說的芹菜素 我們是提純的 那很多很多芹菜裡面提出來的 不是說你吃一斤兩斤 或者吃個幾片 就有這個作用的 實際上這個芹菜素呢 好多植物裡面都有 比方我們說的芹菜 還有西蘭花 還有一些層子 橘子裡面它都會有 所以說呢 你與其去糾結 吃芹菜素會不會降血壓 你還不如食物多樣化 對 多進食一些 富含這些營養成分的食物 使你的飲食結構更均衡 食物多樣化 對你的健康才更有益 或者按時吃降壓藥片 這可能還是最關鍵的事情 對 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 像這個芹菜 你剛才吃到這個沒有 它有一點淡淡的鹹味道 對 所以相比較而言呢 它的辣元素含量呢 是比較高的 在蔬菜裡面是比較高的 所以說你炒芹菜 還炒空心菜這樣的 在自帶鹽分的 你少放點鹽 少放點鹽 所以每一種芹菜 我們都不能辜負 不能浪費 那大廚會怎麼做芹菜呢 我們看看三種芹菜 它會怎麼做出 三道芹菜美食好不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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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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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